你 谁先来 问酒瓶 酒瓶酒瓶转转转 马克星开始 我第一次参加RMIC是2009年 我记得 2008年还是09年 我记不清楚了 反正我当时上高一 高一 对对对 然后我第一场BATTLE 我记得是我08年 然后BATTLE完之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是我那一场BATTLE之后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人 一些学校外面的朋友 做HIPHOP的朋友 喜欢HIPHOP的朋友 之后赢完那场BATTLE之后 我就上网找各种BATTLE的信息 只要是BATTLE我去参加 那时候大家都记得 只要有BATTLE我去参加 好多哥们也帮我找出 这好像那儿有一BATTLE 那儿有一BATTLE我都去 然后有点BATTLE瘾 对BATTLE瘾 就觉得我在BATTLE里面 我就能找到自己 BATTLE之前 就是真的像八英里演的似的 在厕所里聚紧张 吐什么的 我觉得肯定BATTLE一想起来 我就完了 你们先开始 上帝犹豫不决了 一次只裁判一次只观众 那意思告诉咱们 咱们要认真对待这最后一次 好啊 我操太疯了这个 嘿 怎么攻击别人该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 你中奖啊 我上来OK五百万耶 耶 倒下来 DJ Cup the three 啊啊啊啊 BCT想起来了 我那些词字就出来了 然后把自己都给听了 说哇 你们这家主要打X 这些男人他们只会X 你们什么都不会 你叫马神 但我现在他们的巴掌 打了你马神 你们说我的主要活到X 就连X 他那么都没听我说 因为我以前练武术嘛 我在BATTLE时候 又找到那种格斗的感觉 就是那种特别嗜血的感觉 你觉得会能贵吗 看着脸已经他们被我打碎了 说什么现在贵了有个大胡子 说你妈就花了你呀这个小独子 说什么 中国就是能非但我小 说再去真正实地 不要老说中国人好 中国正好 我想他们说出错才能对人下药 我怎么这么狠 当时已经有三个赛区的冠军 已经出来了 大卫是北京的 然后派克特是西安的 还有一个是 我记得是武汉的 还有个武汉的一个哥们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从现场所有报名的里面 大家再先来一轮海选 决出来一个名额 然后跟那个三个赛区的人一起去比 然后我就在现场报完名之后 然后那时候是王伯伯哥帮我报的 然后就我在他那报的名 然后他说新疆的词牛逼 对 发音 哇 你 ready 爱罗麦克尽管给这行业中 我的希望 所以我每次都在想从每个观众的释放 每个人都花了五十块钱买的 不知道你们全都去比赛 什么值得 为什么每次都是下半生的说成 为什么每次都要上风子把 XX也跟鸟 你把视频感染给你妈妈看 他这时候会照亮你的变眼圈 我不想看空气 不想看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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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的明报为什么站在这里 为什么你是老二我永远你的冠军 听你说的空气 从来都不发自内心 一直跟我讲 不想看空气 你能看我 让我现在给你这个机遇 但就怕你现在根本没办法再补起 那场比赛 得到那么多人的传播和认知 其实恰恰可能跟 battle本身的关系并不大 而是代表了很多人 心中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就是当你离开自己的家乡 去另外一个大城市生活的时候 你受到别人的地狱上的歧视 排挤 你包括现在 可能很多新疆的朋友 去内地也都或多或少 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是处在一个 风口浪尖的状态 就外面的负面的评价也很多 而那场比赛 恰恰给大家一个 出发的一个出口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虚伪啊 就是怎么这些东西 就真的能打动你们 你不是battle吗 就像什么啊 就是我向对手猛烈的进攻 然后他突然跳了一个芭蕾舞 马金 教授 Dropping knowledge Dropping science 赢了赢了你们全赢了 Representing for his people for Urumuji for Xinjiang 基本上所有人都赢了就我输了 We never thought that he could beat Dawei 啊这么白黑舞 什么可白的呀 Kh OK load I thought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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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 Make sure You can look at his face and tell he lost You can see how he's trying 他开始就是一直在用新疆的这个身份来说事 那我就一直攻击这个新疆 这就是格斗 你用尽一切办法 用你的语言当做武器 击垮对手 这就是battle 唯一的真谛 就像在格斗里面的时候 你的对手使了一个地边腿 我看他就碍视这个地边腿 我就一直截击他 恰恰可能他那攻击的方式 就刺开了我的一个窗口的时候 这个引发出来的能量 可能他也没有想到 所以我觉得battle的魅力 可能就在于此 就你不知道你的这个痛点扎下去 你是会赢 还是会让对方更充满斗志 就是一些像感动中国似的 一些诉苦的东西 就是我有多难 我从哪过来 我坚持这么多年 我是多么劳累 但是在视频里面可能呈现出来的一个就是 他扮演了一个反面的角色 然后我成了一个正义的英雄的化身影 而且那场比赛 大卫可能他用了很多的脏话 然后我没有用脏话 可能会给大家觉得就是 我安静马就一个很正的量 其实battle是没有什么界限的 你把它看出一个比赛的时候 就是你用了什么样的招数 如果在拳击台上我和人比赛 我跟这个人无怨无仇 我不是真的想废了他 我是要赢得这场比赛 这是一个体育精神 脏话可能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 是我觉得在这场battle里面 无效的一个招数 那我干嘛呀 我是互相夸什么 我说你太牛逼 你太牛逼了 你就是他们第一 感谢我的对手 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大卫并不清楚 就是每一个从新疆出来的人 可能心中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想要证明给大家看 我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瞧这个马俊新疆之光 给这个傲慢的北京小傻逼 以及响亮的耳光 之后我就想着我再也不想参加这个battle了 大家很容易就被欺骗了 到现在网上很多人都还在 在在攻击大卫也好 在骂大卫也好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对battle这个东西 还没有特别正确的一个理解 即便他们来夸我 我也觉得这个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六年前 骂的夸的都不是我了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麻烦你们支持大卫 你这些是什么观众 你们是来看battle的吗 我觉得他们很虚伪 我可以在这个里面这么说 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虚伪 对 三位 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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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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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born in Detroit by the time I got to high school, I moved to the suburbs of West Bloomfield, Michigan affluent, wealthy suburbs The kids automatically assumed that I'd be able to play basketball Because I was black, they knew that I could really play basketball When I got on the court and they saw that I couldn't even make a left hand layup And I was doing all kinds of crazy moves with the ball That's when they started calling me Showtime as a joke So I changed the I in my name to a Y Because I was very curious and I like t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And I like to think of myself as a bit of a nerd and an intellectual So Showtime with a Y, Y I like t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I'm gonna ask a lot of questions 先跟我們講講就是你第一次認出唱的是什麼時候 其實我認出唱跑到了 08年 他有一次帶著Yankine來西安的一個夜店演出 那時候就見到他們了 然後聊了聊什麼的 好像還一塊free style來著 但是覺得這哥們挺能說的 然後再知道這不是我演的視頻裡看過嗎 他好像在Evermine他是組織者 就當時對 包括我第一次見到王波也好 我見到這些人就是以前在視頻裡看到的這些人的時候 其實有一種挺崇拜的感覺吧 那個年代真的是 尤其一一三啊好多 就是你以前只能在視頻裡看到的人 你真人見到他 這哥們真的我覺得他特別 因為你打心理你是很尊重他的作品 你是很尊重他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你就再跟他們一塊在做事的時候就發現 嗯的確真不容易 尤其在北京或者是怎麼樣 你要幹一些事難度也會更大 其實我在很早的時候 我就聽過說唱這種音樂 但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什麼是hiphop 我就知道這是說唱樂 然後在讀初中的時候 我聽到了MC哈道 也就是說我真正的第一次聽到了中文說唱 然後就是那時候 然後就一直覺得 哇這東西很棒 很牛逼 然後怎麼講 結合自己的那時候的年齡吧 畢竟小時候覺得這種東西很酷炫 有一次他們說 去一個party吧 他說好啊什麼party 他說一個說唱比賽 我說說唱比賽 就第一反應 就腦子裡根本不知道沒有這個概念是什麼 那然後就跟著朋友一起去了 那是第二屆的安人買購 我在台下 我看見了就是台上的我的前輩們 用中文說唱進行battle的時候 我直接傻了 我自己已經自強 為什麼需要去創造 每個人的freestyle 不會那麼傻 但是現在用在這個真正的hiphop 可以真正的發 讓你真的瘋了吧 就是你的手好了 好帥 在以後 哇哦 這是一個 這東西太棒了 Tainese freestyle MC shit Tainese freestyle MC 他是支持一個美國人 來到中國發展中國 中文說唱 華語說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事情 那段時間的那種感覺 你當一個華人喜歡hiphop的 要是想找一些亞洲的hiphop 就日本有一點 韓國也有一點 香港也有 像LMF的廣東話的 但想找普通話的那個說唱 就是沒有了 然後慢慢就 Dana也看到這個 Showtime也覺得 然後也應該有一個品牌 能給一些說普通話的人 一些忌諱 就上去嘗試 我能不能說 我說的牛逼嗎 那個時候Iron Mine更低下 更為小眾 但是作為一圈內 有一個感覺 就是感覺 Iron Mine是在那個地方 感覺你每一個人都 都需要在那個現場 經過洗禮 因為他們沒有像這樣 美國沒有像這樣 沒有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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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的創作 像這個電影《8 Mile》 後來的電影 你就是警察 我們想知道 誰是最好的主持人 我們想你告訴我們 我們想聽你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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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對不起我為人感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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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人感興奮 我為人感興奮 我開始說 我開始說 那是我以前說話 那是我現在的感覺 你準備好嗎 你們準備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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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這一場戰役 最後一場戰役 叫你現在趕緊安靜 再來的話 你說什麼 叫我唱情歌 你去選以父為名 看你行不行 你的福都別人控制不了 你說你總是說 老下面的都是你的偶像 還是你他們偶像 我的偶像 都是拿香來敗 拿飛鵑來飄 你要不要不要當我的偶像 你的照片放在我的房間上 我覺得就是要有這麼一個活動 去推動你才會成長 你如果整天就是在家裡做一些demo 然後就是在Pub裡唱的話 其實你的選擇 永遠都是會就是有限的 但是你一旦參加過RM之後的話 我可以說你的能力一下子會有 一開始我就是個愛好者 我會去聽 然後有一天我就突然想自己嘗試一下寫詞 然後就寫詞 然後就在家裡開始練習 因為那時候還有部電影給我感觸很深的 就是八英里 因為那時候看完這部片子的話 太帥了太棒了 直到現在就他是我身邊的一個貴人 我記得我那時候大學沒有考進也沒有工作 高中畢業那父母對我怎麼講失望吧 他給了我最大的東西是機會 為什麼站在一間的旁邊 因為我要今天進行出一萬一頒獎這個一切 希望你能仔細地聽 藏給我代表著上海的天安精神 讓你精神 你無法在台上與我精神 今天呢有非常非常龐大的團體 來自我們的中國的非常優秀的NC 還有我們的B-Boy 有一個掌聲 今天就是送給他們 要解釋這個說唱是怎麼回事 特別是freestyle 你可以理解就是你腦袋裡有一個門 基本上這個門是關的 因為你得有禮貌 你得怎麼說尊重別人 你就不能說 然後你不再說嘛 如果你要freestyle的話 你得學會怎麼把這個門打開 所以 最豐富的和最濃烈的 B-Rap culture 是在武漢 他們有最多的NC 他們有最多的戰鬥 大小狼 其實不是從武漢 他從南昌 但是他移動到武漢 然後他變成一位最尊重的 和最尊重的 和最尊重的 BattleRappers 在場上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誰從北京 對? LITTLE RAY 來了 是LITTLE RAY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 在Section 6 LITTLE RAY 是最尊重的 NC 沒有人可以比LITTLE RAY 一個好的NC 必須你會Battle 是不是 Freeestyle肯定會 那 那個不是NC 如果不會這些 一定要土足清楚 除非你跟老外 可能是人家 聽不懂你說什麼 你給人玩點假英文什麼的 就像是一種 秀單出了 我們倆人掰扯 倆人都跟著 那邊 都跟著 還有什麼可比的 HIPHOP不管怎麼樣 它還是一種音樂 有音樂的話 就是一定要有思想 第一次贏冠軍 你最大的感覺 現在回想起來 就是 感覺整個人是懵的 沒有那麼 感覺像豬八戒吃了一個 人生果 就一口吞下去 那種感覺 就後來啊 我冠軍了 第二次 就比較 因為有了經驗了 自己也是冠軍了 然後比較輕鬆去參加了比賽 然後 就是 就是決賽的時候也跟 第二年第三年決賽的時候 都是個 你的瑞 然後就是 你知道 就從04年到10年 我一直在比賽 這六年我拿了 13個冠軍 各打比賽的 從小的到大的 我拿了13個 free style比賽 比賽 yeah 切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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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整個不代表我會輸 所以讓你看現在是北京那條路 那坐上機 就在一條戰殿 哥們看清你的臉 別人都在這翻臉 我讓你知道你是誰 你叫大狗 如果打成這個麥克風 就是打狗 放三點頭 因為你還說 說了都不掉 當你滿超人 是熱的 你還在那搓頭 原本如果我出外 就是一隻搓頭 所以正 把你放在一隻蟲 別捉龍 讓你知道你的鬼應該躲透紅 別讓我穿著你的話 說你是個白痘的 還是一個戰爭 你是個普通的 還是一個人 讓你們知道 我能夠讓你不要再分身 這種變化笑讓你不要再去認 這就是我開始相信 中國的戰爭 比美國的戰爭 比我更高 我看到 Big Dog 和 Lil Ray 因為美國的戰爭 當時都死了 所有的戰爭 都失敗了 沒有戰爭 但我們有一個戰爭 我們有個戰爭 和我們有什麼行動 Lil Ray 在 Section 6 戰爭每個星期 Big Dog 在 Wuhan 戰爭每個星期 Big Dog 在 Wuhan 戰爭每個星期 能把我倒地 不得搞心 我要還分交心 你穿著虎虎天天 還戴著藍帽子 好像配著有點不對 跟你說 I'm wrong 你根本不會 Lil Ray 才說著這些那些 You are not the little Ray You are little shit 有時候我真是佩服你的精神 你在與外 永遠的北京新人 Lil Ray 我是一個好誠心比較強的人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也輸了一些比賽 但是說實話 我心裡不是這麼認為的 可能別人也不是這麼認為 但是就是它 就是世界總是這樣 不是所有的比賽都是說 敵戰 Yay! DG Premier On the beach 你想比作用 那就來拖了地兒 哥們你告訴你 滑爽就劫斷了氣兒 哥們現在你要 應該暫時給我聽好了 我在說聲看看 各位你應該怎麼辦呢 你是我的style 正在模仿裁判 那我告訴你 其實我才是裁判 沒有說攻擊裁判的意思 其實我就是反擊他的歌詞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級別其實已經是裁判的級別了 而不是模仿裁判 然后比如说这句话可能就会得罪人 明白我的意思 我这人一直比较心直口快 然后我说话比较直 然后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然后这些就是不是我能控制不了 但是我不管这些 但是因为这就是我 李完当时我也很忐忑 问观众就疯不开 当然观众你知道是在北京比赛嘛 所以还好那次比赛比较公正 然后就问裁判的意见 宣布我是冠军的时候 我记得 全场 好安静啊 我当时觉得也没有掌声 只有小小的议论的声音 然后很多北京本地的hiphop 非常失望的掉头离开场地 其实我 你到现在让我想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孵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瑞别走 What the fuck 去你妈的 Whoa man 瑞 这是你的奖金 人们一直在问 为什么 比赛比赛 比赛 因为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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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输了 你已经账话太多了 你还有什么话你能说 还有你已经很努力 说你就拉为了这个钱 我说就这个MC 有人要面子 有人要钱 有人 你 want the money you don't care about the culture you lose but the truth is Little Ray don't care about the money Little Ray really he say that is fake Little Ray care about the culture the most Big Dog care about the money more than Little Ray but Little Ray lost his mind on stage he lost his emotion that's why he's the loser to me you lost focus of what you represent you're supposed to represent for Beijing right now 我跟你玩的双押韻 随便什么押韻 现在押近 我跟你说你的水平只够山寨 我他妈的现在央视也要拍山菜 你跟我玩的太快 我不想计较我的皮球还是你喝才好 都是MC 那些都不容易 只问了上台 不用继续MG 我以为我能做个骑士 但其实他们都把我们当作骑士 你要记住这个钱不管谁赚 明年 EVERYBODY 我希望还跟你跟我对台 一分钟没到 就像现在我根本就没笑 冠军谁拿无所谓 只要你爽 大家都会 Respect 当时对于我来说呢 我肯定我自己有选择 因为我在游戏还掰不掰 包括很多我的朋友都说 两次冠军是不是可以收了 第三次你去了输了呢 但是我当然我心中 确实也有一个 有一点点小宇宙 就是我的偶像嘛 我一直叫他王老师 虽然他不认我这个学生了 我一直叫他王老师 他是拿三界冠军 所以我想拿三界冠军 当然那个时候我有点小膨胀 我说那我现在也是 你知道我两个冠军了 我现在有点名气了 我有团队了 我可能四五个人去啊 这个交通也是可以解决一下 但现在回想有点过分啊 但是还好休泰 对 包容了我那个时候的膨胀 首先他让我来比赛了 而且奖金那个时候是八千块 我记得第二届是四千块 第一年我参加 也没有在乎奖金 我忘了好像给我 但我也忘了 我第二年是四千 第三年他说有八千 不是为了吵架 我们不是为了战争而到这里来 坦白说 人们没有那么多感觉 既然今天大家一起相聚到上海 上海欢迎大家过来 我们不需要大家吵架 没有问题 那是两个人的舞台 比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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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们说,为什么是这么严重? 看 Lil Red, Lil Red angry 好嘞 好嘞 最后一轮 所有猜猜猜猜猜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DJ6BO 你说你三年走过三次 不好意思 做着压制的不是我的词 你不是我的字 告诉你 不要谈这名次 所以让你听的那个词 告诉你那三年我们来走勇 因为你的实力实在是不太行 告诉你该比赛实在是不太公平 因为现败告诉你自己走太久 三年前我根本都没有出 看到你的造型 我特么的小鸭兔 不管你来自蓝超还是尾巴 我的嘴巴你还可以严育死大 那你啊现在你就特么傻吗 让我知道你啊现在还算是个哑巴 说不话怕酷 买起买兔 跟你啊说句话我去我的肚 不用听着我 我也只是路过 我也曾经失败过 都像你们一样 跟你一样唱 跟你一样晃 跟你一样晃 跟你一样 我就想到今天赚了多少钱 明天又能换过几年 我王匹马 从来不是几年随便 这就是我真正的态度 随便 所以你们才会来带助 还有说了那边远方的张片 我的兄弟 只有给我一点 我想说下一个换你 但是不行 竟跟冠军我拿定 好 好 谁追的little ray牛逼来点张胜吧 哎 哎 谁追的大口牛逼来点张胜吧 很多人还是不懂这个 这个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 他们觉得气氛好 就觉得第一 但是有了裁判的好处就是 他们听得懂 他们能评判 flow 歌词 亚运 现场张力 等等的一些东西综合起来 如果你踢足球还有主场 这个优势呢 所以我也觉得裁判的作用 其实应该会更大一点 哪怕这个裁判被说不公平 我也不希望是这个比赛的赛事 再被说不公平 因为每个裁判有自己的风格 要是你们不知道的话 他们俩应该是在Iron Mike也见过 然后之前也是Dago 有赢过这个Iron Mike比赛 要是他今天赢的话 就会是他今天是一二次 就赢这个比赛 Lilu Ray还是没有几分赢过 但是也是很厉害 所以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谁该赢 那我先听你们大家掌声怎么样 谁觉得Lilu Ray赢 来点掌声吧 那谁觉得Dago赢了 来点掌声吧 好了 因为大家就选队了今年的Iron Mike冠军 就这来自武汉的大狗 XVIII inhos WEEB The cab is here All right y'all Keep the party going Quand it's here The battle is over The judges Webber MC Yan and DayV They chose bigdog The hip-hop is that weisi 优优人的盛唱 我们今晚晚上 今晚玩起来 今晚晚 今晚就只Dragon 十多年 但他们还在表现 20th birthday anniversary 但我还在说过 我不要断毁了 我再来 我从后面的表现 我从前面的表现 我都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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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他 你觉得分出来了吗 几点 现在几点 小点半 还想不想玩 还想不想听BATTLE 还是我们俩 我来到了这个地儿 为你爱的份 所以在我面前你爱说唱太差劲 在北极自动的哥们给你爱好个笑 让我知道你爱现在就没了气 告诉你什么叫做这个flow 就像这个节奏来自街头 这个比赛根本没有分出胜负 所以来到若果军就是我的任务 我不想说爱是这个黑幕 让我知道现在跟着这个BATTLE 让你知道怎么说 让你怎么做 让我知道我的嘴从来不会游 我要游 因为我知道我来自北极 所以现在那些灯光一直在那儿傻 我根本不会大 我说的不会烦 所以现在根本不管那些理由 还是才怕 因为现在我就要成冠军 所以让那些杀了 所以让那些杀了 让那些杀了 因为我不想多击 说他们的东西 让我知道现在这就是他们的游戏 把这个MX 拿这个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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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欧州 他们那个时期 让我知道现在 恐怖是就是年代 让我知道这就是RMI 进入状态 你跟我说什么给我面子 知道他们给他的是这一面吗 他说说我 我告诉他 我说 Little Ray 给我一点面子 我什么都没拿 是不是给我一点面子 行吗 你就是一个骗子 Iron Michael肯定是欠我 一个冠军的我觉得 我从来没觉得我输给大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输了 然而观众也不是这么认为的 MC一直觉得他是第一 所有的这个东西都为了我 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最后一战 我拿起这个麦克风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 我不想输 那有谁又会去想输 你怕到了今天还是冲卸 那有冲卸的人去站在香港 他们不知道 应该摇头 in the last round Little Ray's skill was better than Big Don 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 所以 我们不知道什么 做 好像是比较更好 所以现在怎么判断 你现在怎么判断 解冲整个球件 x8 8 几个光身 Fuck the Iron Mite You know, for me as an organizer Trying to do something positive for the community People don't know all the love and the hard work All the years How hard it was just to get here So hard I was like, yo, it's a tie, who cares The crowd have no feeling They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You say you represent peace But two MCs represent war Who gets the money? So I have to go to the ATM and pay them both misericordia Out of my pocket Because people don't know Every year, I'm paying for everything They don't know that They don't care They just want to be number one And get what they think belongs to them 所有的M.C.是一模一樣的 有一個M.C.就要 他就要给 他爱这个文化就给 然后别AMC就要拿 还有面子后的钱 在最后 我意识到我的错误 我应该不会说它是一个结构 我们必须要离开 这一年有两个 Iron Mike的冠军 你失败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 你就没什么意思了 你说的是不是 你都宣布过的 你家现场都宣布是这样的 然后当时网站上 你们都是这么瞪的 就说兵雷关键 后来他就不承认了 我觉得这对我 来说是不尊重的 说实话我心里不是这么认为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乱和糟糕 为什么要是这么严重 为什么要是这么严重 攻击你兄弟 能不能让人来 没有人听着我 我告诉大家 别使用这些语言 没有人听着我 他们不在乎我的疼 我的苦力 我都不在乱和糟糕了 谁在乱和糟糕了 谁在乱和糟糕了 你就是一个骗子 我们要面子 我们要面子 跟修泰的沟通肯定是有问题的 跟修泰的沟通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在这个中国社会上立足 然后有你自己的事业 年轻人需要的这些东西 它很难理解 从业余爱好者 慢慢变成pro的这条路 刚开始会非常非常缺钱 很少有家里人说 我主动支持你 我来赞助你 我来支持你这项事业 像我支持你读书 像你支持你去念大学一样支持你 你的事业跟钱息息相关 他们需要更多的钱 让他们有安全感 要更多的钱来 让他们说服自己的身边的家里人 甚至是女朋友 是男朋友 让更多人去支持他们这个事业 让更多人去认为 这是一个好的事业 一个对的事业 前几年的时候的确不好过 很难哦 那几年你得想办法去组织演出也好 或者是出去演出商业的什么的 帮人写歌什么的 我有一阵有几年吧 好几年都骗到了做party MC 就在club里玩气氛 我希望Iron Mike 能够 如果能够走向主流 我这是最好的 你想很多主流的歌手 也去参加选秀 都会都得到不错的评价 包括我的好朋友兽军超 包括说唱会馆的谢蒂 包括AR 他们都让主流 主流说明已经关注了 这就是好的点 那我们如何团结起来 去把这个东西创造的更大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圈子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拿完第二冠军 我在想一个问题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清楚 我说 那如果我真的走这条路的话 那我已经拿了两个冠军了 那个时候Iron Mike 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神圣了 感觉 感觉拿了两个冠军 我算下来 第一个冠军可能两三千块钱 第二个冠军四千块钱 哇 我两年就靠拿两个冠军 靠我的freestyle 开Bidal 只挣了七千块钱 我告诉自己 那这样肯定不是一个 一个可以持续的方法 所以后来会有更多的犹豫 那对这些孩子来说 他们可能很多人 是要靠音乐来维生的 我希望告诉他们 你通过这个方向努力 你是可以获得自己赢得的收入的 我们其实都在等一个时期 因为之前我们之前说像隐藏呀 很多这些团体 最早什么龙门镇呀 这些很多的团体 都在为前面这些事情做铺垫 但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因为生活的关系 很多人就已经放弃了 这个hip hop音乐的这条道路了 没有办法 但是恰恰是他们铺的这些路 可能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 一个转机的机会 所以我们需要平台 但是平台在哪 现在你找不到其他平台 Iromax是一个平台 Iromax有很多人了解和认知他 但是我们也在思考 Iromax他如何朝一个新的方向去发展 甚至我有个想法 我一直跟修探说 我不管你 也不管其他冠军怎么想 我一直有一个Iromax dream 我不想当我在 我拿完三个冠军之后 我的这个Iromax dream 没了 这些孩子 他们要抬头看的 当他们抬头看的时候 是MC马俊三十岁了 他是Iromax总冠军 他在音乐上到底怎么样 他过得好不好 如果我都过得非常势必的话 那我凭什么告诉这些孩子有希望 我很高兴啊 你也终于结婚了 我们圈内里面也有算一个 终于成家立业了 那很好 等你们 把婚礼啊 所有的一切忙完了以后呢 我再去昆明 找你们好好玩一下 不要有任何的演出 不要有任何的什么 就单纯的 我们拜访就好了 你老婆说一声祝她永远青春美丽 然后也谢谢以前她的支持 谁啊 David 查明 查老师 查老师也是很有爱心的一个人 他说来不了结婚还发微信祝贺 发微信应该连红包一起发嘛 结果发个语言不发好吗 拜拜 老公 我要打来 老公 我们现在要去建筑 就是建筑自己 另一个红包的城市 就是习俗 就有个接信仰的过程 然后 就是比较紧张 人间的发力过 尽叫声 来自远郎的发 啊 小毛还有个人 今天现在把他出事啊 那我们把他出事啊 那我们在 parade 也不是 打个人 他还要不要 我认识 他再来 有 MCA 沿路 去年了 我帮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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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拍摄 怎么办 那就 我从来不用他 参加什么赐奖 怎么可能像跑龙套 一样走走过场 所以这些图案 我一定要罵他 不要跟我笑了那么多的 freeze 让我freeze 要不要吓到我 自己都会开始砸尿 因为声音太大 就听得到你小话 没关系 打开我的嘴巴 或让我的马达 大家的实力 都不在一个跑道 怎么可能陪着 这些三角吗 搞笑 一人 我赢九位了 我赢九位 摆下上了一双杯 打几花脚以为 你不要在这里 对我摇头笑 你的风格 我又不是没有听到 现在我就想说点段子 你都不会卡 还没张嘴的 鸡巴就被我打歪 嘿嘿 没味道 大家跟我一起倒 倒了以后 喝点酒 喝了酒 我的头会扭 你是来自哪儿的孩子 我不管你呀 穿着是不是去年DC的牌子 今年这件衣服我要拿走 我今天来打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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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经常夸老婆 这种心中是最漂亮的 保证主动帮老婆做家务 是的 没到我把麦克风给握紧 我总是说我因为观众的妈妈觉得不过你 也有点卡壳 但感觉不会打折 家里最长最累的活 虽然有的时候我也想他妈把他给打折 没有了 没有了 我还想说一些真的 有的时候我忍耐忍耐忍耐的快要疯了 我有一堆话他们得在心里攒着 我想要出去透气 到处都是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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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一四年时候和艾热去 败有的最后的决赛嘛 就是和那一场吧 我觉得当时讲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后面其实挺 我觉得挺不好的 所以我让大家都就对 淡忘掉这一段就好了 因为 bite如果真的是没有限制的 它是freestyle出来 它没有稿子你 bite到那个点 可能你就会讲到一些很敏感的词 或者一些东西 大家说找不到14年的总决赛视频 是因为就我说 我觉得还是不要放的 比较好 因为我不知道吧 可能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在一件事情上 好来我们的MC飞 同样我给大家一个提醒 当说出一个比较棒的 punch line或者秀 他的flow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尖叫一下 但是还需要大家稍微保持点安静 为什么毕竟小肢配的 MC飞 Ready Go MC飞 Are you ready Am I ready to fight 大家都知道 我刚刚一直在保持状态 你看A变不可能一开始就幻想着 XX玛丽亚 XX这种想法根本不实在 别跟我讲什么XX都XX 管我屁事我在家里看着黄色 我可能就想着幻老子一辈子都记得 XX就今年他们XX干了这事你记不记得 一些地域上的关系 比如XXX跟XX那决赛又是这样 就刚好对的 那个火腰味就很浓 那就因为你freestyle不是按剧本走的 我不能说我下一句要这样讲 有时候可能就随口就说出来 然后说了以后 当时我也赢了 我又得了一次冠军 然后说完以后我觉得不太好 所以不要在我的面前 跟我玩freeze down 跟我记好 在我的面前不要看地涂泡 你代表中国我代表混合 混合不是中国吗 你脑袋有病吧 很多玩手上的朋友都 二十多岁或者十多岁的也有 他们可能看到这个视频会觉得 是不是真的像这样 我根本不喜欢这些东西 太多新疆的MC觉得来自边疆就可以装逼 Aramine他们不是高考 来自边疆不能加分的 你要知道 当时讲完以后觉得哎 这句可能会爆 我就说出来 就爆上 但是觉得哦他讲的可以 很加分吗你知道 然后 讲完之后 我就觉得会不会有点过 就是会不会有点超过的那样 然后 我想了一下好像真是这样 怎么回来的啊 这是快乐大本赢 哈哈哈哈哈哈哈 石头兄弟 我们要一起做一个像Big Bang一样的一个团队 我在这底下可能最长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当时在上大学 我在这边还没有租房子什么的 我在这底下住过三个月吧 就睡着里面 醒了就起来 然后就准时到点 然后兄弟们笑一下 然后就继续做音乐 那条狗也是我们的老邻居 都快老死了好像 这就是不不不 这是他的孩子 你看我们的新疆特色涂鸦 多狠 这是我们美丽的新世界 哦 谢谢 谢谢 啊 你不要买我们买一本的水下怎么样 不好意思 是在2008年0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黑怕冰月一下子席卷了新疆 那时候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这个文化 我们现在走的团结路 我知道代表我自己 代表我的hood 这个哥们刚刚肯定去买菜 我知道不会黑怕的人 都喜欢听爱情买卖 第一次录一个歌是那种 应该那时候是听了Lose Yourself那种 看完八英里 然后就写了一首 应该是名字叫Life 我们在这里玩着自己的艺术 不需要被别人嫉妒 有很多人输给了我 他很多时候都会被我气哭 后来我在2010年的时候 看了马俊参加Iron Mike Battle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试一下能行 然后就是之后12年 去北京参加北京战 然后拿了冠军 经过了很多的商店 但我从来都没有摄入商业 但是赚的钱也是一把一把 你看见了我就像一朵花 Freestyle Battle的能力 意味着你可以在短时间内 思考很多东西 你的大脑里会有很多新鲜的内容 而且是根据现场的 根据就是即兴的这个 它会对于你的词汇量和你的逻辑思维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考验 我们走在路上 我进行着我现在的freestyle 你可以看见我会在每个准时给你一个微笑 你能够品尝到它的味道 一切都是这么的微妙 而在这里我知道时间不会太早 也不会太少 我现在的灵感或许有点透支 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就像一只幼狮 当我长大以后我就会变成狮子王 你才会知道为什么我早上吃了馕 然后从那个09年过去以后 到11年其实也算是一个转折 就是马俊老师拿完冠军以后 又激发了大家的一个兴趣 然后当时出现了跟我在那一批的一些很多的优秀的说唱歌手 我们还要继续freestyle个没完没了 因为我的兄弟freestyle都不是太好 他们都特别的腼腆 我知道这个词语说的特别的浅显 不管你是什么团队 不管你是什么组合 来到这个比赛上 你就是拿出最好的状态和人去battle 但是场下我们就是一起切磋一起交流 因为心心相惜吧 人本来就不多 我们应该珍惜彼此 有一个你也是玩hiphop的 那你身上有什么闪光点 文化的差异性又代表着可以有很多的火花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hiphop的这个 我们一直以来都说的peace and love 这个文化的一个重要性 我觉得hiphop能让大家团结 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多数民族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的文化属性是一样的 我们是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的年轻人 那电表上有写吗 先生先生 让我给你发那图片 你看一下 如果你能看出来是哪个 你就给我指一下嘛 是你给我说一声微信 给我说一声 对 给暖气 暖气不会有啥事吧 阿姨 对 如果给暖气 好行 我别怕他要试水啊什么的 他别裂了什么的 那是照样的 在这时 这不是battle 牛逼的freestyle rapper 是把好的文字结合在一起 去攻击你 去调侃你 而不是直接 这样的话我相信不是吹牛 很多五六四五四四十五以上的大妈 如果真要吵极下来的话 他们绝对可以拿冠军 就应该说点有意思的东西 而不只是那可以有 你如果是骂得很精彩 你能用脏话登得很精彩的那种 我也会给你拍手叫好 我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但那是你可能是一个风格 或者是某一场的一轮的一个风格而已 但一个优秀的MC绝对不只是这些 因为我就亲眼见过这样 我在武汉那间比赛 就在我面前有一个女的 在拿手机给她朋友打电话 快来快来 找点个骂人比赛 快来快来看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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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妈比每个人做伤话 都说她是只战狗 难道你XX你 他妈用你双手 我不想听你这张狗花飙 你没事喜欢插带 你把双手插腰 你喜欢在这干嘛 用这里这些动作 你把我他妈屁股 从来都没有他妈痛过 走不走 少在我的面前装逼 我认识 没有关系 我也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 今天晚上上演什么叫 九阴神经 说错了是下午 我的下属站在我的旁边 他昨天晚上求我 说认输来我房间 没关系 我没有任何的潜规则 包括任何的推测 没关系 现在我们来自草地的决赛 我现学现卖 讲讲你的要害 你的 *** 确实有点长 Oh baby 我想要今天你能够伤心萎靡 然后再请你喝杯冰糖雪梨 把我的坚硬的肌肉 变成我的钢筋水泥 现在你千万得要伤心嘴皮 这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让说唱开始变得像是装置 就像我们的说唱就像是装上了C4 所以我们诞生在这CSC 我们诞生新生代 让他们能看到 我们都是拼了命 所以这first style 就代表我的自己 让他能够知道 我们的副歌 全部都是来源于刺激 现在 现在在中国 玩hiphop 说实话 不是很顺利 因为有 中国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在 然后很多人都在一起坚持 所以 大家都在一起 问一个目标努力 这个 是很感动的 那拿了这个 R-Man冠军之后 对你的这个生活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给你带来的什么东西 对我生活的影响的话 说实话有 但是有没有那么大 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就说好的坏的 其实都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平等的 对称的 大家我自己非常希望有一天 hiphop能在中国发展的特别好 我们告诉你们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到那个时候肯定是大公司 大的财团在比 大家的投资情况 在比谁花钱花的多 花多少钱 开NBA花多少钱 只有NBA会留下来 真正的hiphop里 只有NBA 不管你给你投多少钱 你再讲咱们两个 one by one face to face MC battle 说得好就是说得好 说不好就是说得不好 反正我今年可以在这儿 说一句话 明年MC拍个乐 重新付出 我要再次参加MC battle 我感觉哈 就关注我更多的 都是那些就 比较喜欢battle的 那些年轻人 所以说我觉得 我现在想要的更多 应该就是在从我作品方面 就发展 对 我听说在成都 有很多说唱歌手 包括我的兄弟 第一次被虾米和谐 但是有一个舞台 永远没办法和谐 如果都敢站在 vital的舞台上 我相信 我相信全场 基本上一半的人 能把它run出尿来 这个舞台永远留给 那些哪怕没有背景 没有钱 没有厂牌 没有工资的年纪人 首先你的那些暴点 一点都不仰气 想舔脚趾头 你应该去舔 所以比如说这句话 我也不看什么小时代 我也知道你想给 舔脚趾盖 你说这样的暴点 还有什么意思 你看看去年的我 就是最大的例子 不用唱这些东西 根本不用准备 现场的发挥 就能把你实体粉碎 没错这次来 我毫无准备 但是两句半的运奖 让你毛骨粉碎 我用这种东西 我已经不想自压 就像刚才说过 我已经把所有人都刺杀 要不然就是 来battle的时候 一团和气 要不然就把自己 装成一个小萝莉 每个人都讲 这黑怕是我的梦想 但是拿黑怕当梦想 不如幻想五百万会中央 现在的年轻呢 年轻的一代 真的好厉害 让我看来 因为他们的押韵 那真的是 点环的不停的 在做很多 数字很庞大的押韵 我能不能打量 我不管那些废话 给你一顿导弹飞锅 我在正中心和你妈 influen 所以才能一直网络这么大的震动 让你知道你的手机可以调成震动 暂时跟你购了五十何你再调九七 刚才看你把你的爆点 亲在你的手机 没错 说真的不想把你报答 刚才我看一样的你在寄我电话 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只学会了一个皮盲 他们只有押韵 他虽然说的是押韵的 但是他那个感觉 不是说押韵的就是有flow的 flow是这样的 就是有流动的 但是在0910年 就可能是我参加的Evermind那一年 这MDbattle的旅士都已经有点下了 有人准备很多 有人在的比赛准备很多 free the battle 重要的就是他在这个地方 让你们看到他的表现 他的潜力 他里边的东西 听到你的歌词我都伤大了 为什么总说我是背的 他们输的我又说我是背的 我只想师出终止说 fuck你妹的 听到你那些话我他妈都要醉了 太多人都他妈根本不懂我 他们觉得押韵多就是背的 我只想那群傻屁必须跪着 大部分中国的说唱 也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传统黑怕和新鲜黑怕的 这个新老交替的过程 也都停在那个口上 我不是说你背的 我是说你准背的 free the battle 两个都不能分开 你可以说脏话 你可以击败对方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 但重要的是前面要free style 所以才看得有意思 对吗 对吗 我们这三个台判不要说谁赢了 如果你觉得哪边是真的free style the battle 如果你觉得哪边是真正的在说唱在这个台上比赛 那你把你的手伸向你喜欢的那个方向 咱们这边的人我觉得现在可能都比较复杂 都是爱看热闹的多 就是真正说静下现在愿意去 我喜欢这东西愿意去付出 花点心思时间和金钱去研究这些东西的人 我觉得特别傻 就跟好多人现在听说唱 然后但是他们不知道 咱们不说不说 我老说举例子说 Tupa Biggie 这个确实有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咱就说Rakim Rakim就是就是算是就说唱你 你听hiphop必须知道一个人 就是他们不知道Rakim Big Daddy King Coogee Rap 我觉得你不管听新的好 老的也好 你可以不喜欢这些 但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一定要尊重 这是这是hiphop的一个过程 后来就是battle很有名了 总有人说你free style怎么练的什么的 我说说话我从来没刻意念过 我就是就是听音乐 听音乐你听的感觉 就是听的歌多了 你自然就有那个感觉 然后尤其在现场 你就有一个情绪就会出来 现在应该算是一个 新老交接的一个时期 那其实他的黄金时代 他没有来 因为这个文化 搏来才十多年在咱们国家历史 最早那批乐迷 听的现在也成家立业了 那像摇滚经历过 这么几十年在国内的 沉淀从八十年到现在 他的乐迷 包括整个体系 包括听众 包括他的创作者 都会很成熟 但是hiphop没有 所以我觉得 以前只是有好作品的时代 他不能教 他不能说 整个中文书上走起来 走起来就是 你跟别人说 你说我是 一个说唱歌手 他说可以啊 音乐是一个行业 hiphop它是音乐行业里面的 一个门类 一个工种 这样子 他没有办法 就要走起来 因为他的从业者 没有办法去生存 可能在2020年以后 我觉得 三年以后 当这现在的东西 再成一下 成熟一下 可能2020年 会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爆发 就很多的rap会出现 甚至明年 后年 那都会是很重要的纪念 就第二黄金时期 就是意味着 有商业东西出入进来 不只是因为资源开发 有商业的元素 就是注入进来的时候 那就是会做出来一些 可能是明星也好 可能是事件也好 可能是电影也好 就会有更多 这样的东西出现 包括现在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 大众对于这个东西的 接受程度也越来越大 那时候在第一波黄金年代的听众 到现在已经快成社会中流砥柱了 他们的消费能力 也已经上来了的时候 这东西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所以第二个黄金时代 我觉得也已经来到 说他们一直在强调一点 就是他觉得中国的MC 基本上就是只要两个东西 要么是钱 要么是面子 或者说有人两个都要 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 他认识的那些人 绝对是这样 show time show time 我是尊重他的 而且他 我觉得就是他能把这东西 给带动起来 是一个好事 就是怎么说呢 不想说太多 就是不好的东西 就是咱们还是往好的看 我觉得可以说不好 你点个正式不好的东西 你才能 对吧 正式不好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就是 现在可能有点 我觉得整个 整个hiphop的范围 在中国就已经有点编外了 现在我去偶尔我去开一些hiphop的演出水平 确实太烂了 真的太烂了 烂到就是让我会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步 一些battle 甚至这个人只要能找到点 只要说的是大家能理解的人类的语言 他就能赢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都沉淀于 大家沉浸于混圈子必然的一个结果 每个人想的都是我要装作一个什么人 而不是说我要变成一个什么人 我认为我去表达 我去freesale 我去写歌 都是为了去表现自己的个性 去丰满自己的个性 但我发现那些混圈的人 他们是为了抛弃自己的个性 因为他们是一群没有个性的人 他们在一个 这个圈子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一个大的庇护所 他们在里面可以打着 用着一样的手势 打着一样的手势 说着一样的话 他们找到了一种非常卑劣 非常低级的安全感 就是为了虚荣而杀死自己 为了安全感而杀死自己 太无聊了 我反正我不看好这个 所谓的第二个黄金年代的前景 因为我觉得这个混圈的这个气氛 是越来越浓了 你这个气氛越来越浓 艺术的水平肯定就越来越低了 谢谢所有战争我的朋友 我来比赛 不是为了第一 是为了我自己的生活 我从八十年代开始玩战胎 我喜欢第二个 今天是第三次的我拿第一 你掉了 以后我不再来参加什么傻逼的 battle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没有说我现在听你懂他说什么 这个时候我很生气了 很多人不舒服 你刚刚赢了 但是他没有说这个 battle 他说所有的 battle 他说我不再来什么傻逼的 battle 够了 我认为了他因为他那么高兴 因为他那么高兴 说白了王波尔也挺不容易的 他唯一人在那边说 没人陪他说 但是所有人都说他 他说的不行 他怎么着怎么着 他受的批评特别多 好多人都一直说他 但是他还是低着头 说他的性格就是特别 要干什么就要好好干 干到底 他说真话我觉得他是最 最努力的MC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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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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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正确的 最真实的 最有机会发的 别的都扯上 在HipHop 在Iron Mic 大家可以看我们就在舞台面对 不要在别人背后说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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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remind all of the MC's and the iron mic after 15 years after all of this struggle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roots how we started and remember who we are 我们去你的studio freestyle so 2002 let's look at it man you want to see it let's get into it let's see if we can find it firs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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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咱们有一个hiphop at the ground 现在需要一个in the ground life 为什么我们会跳 或者唱的那么早 李小龙的CD我不要 应该怎么办 现在应该吃一碗换 每个人都过来看 在这个台上面站 为什么为了和平而战 但是需要信任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欺骗 我需要那么多的听众 现在需要那么多的马 都没有一个手的站的铁楼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的这个rock up 但是为了怎么用的这个MZ的foot style and the ground 一个MC的battle 用的这个AZMETAL 每一次们为了我们打 打架了这个hiphop hiphop hiphop 这个多讲的那么多的男人 现在没有一个人的地方 应该怎么做的 我们大家都在说的 不论你说的那个霸奖 不论我建设自己 应该怎么做的 我们大家都在说的那边自己是个霸套 当你这么起来 应该爱得过来 也没得怕不怕 为什么没有人 只会以你家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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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个可怕唱 一个biz 为什么我就是一个Chinese 为什么在那个台湖人的语言 没签过 我们的话不要达自己的遗憾 什么意思那么响 啊 啊 啊 不该 arch乐性的 我是一个 öracie 北架 克兰 有这些名字可以要达自己的 我们的那些基地共和那么中呢 但我们看着一个地区 和 我又从其他一种旺 rä多一种通知了 就是这样 独立的一种心 的真的吗 要用一个签对比捷对比赛 啊 啊 我个人认为 黑帕在中国现在是年轻人所具备的一种交流方式 一种形式体系 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接触黑帕的时候 黑帕是一种出生的穷人区 让所有互相排斥对方那些人 互相战争的那些人 用一种方式走到一起的一种形式 但是现在的中国黑帕 跟我那个年代接触完全不同 可以说现在黑帕在中国就是一种潮流 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都变好 我们的音乐本质里面的艺术元素越来越少 那么现在所有的人 他们只是在利用黑帕 喜欢黑帕的人 大部分都是在利用 因为它是有形式吗 所以很多人开始用黑帕去做一些什么什么事 什么什么事然后得到钱 但是它谈不到不了本质 因为本质是很有 很尖锐的 它有刺痛性的 它关系到政治问题 它关系到社会问题 那关系到在现在在中国 你一些根本就不能说的问题 我的幸运是当初 黑帕出生的那天 我看到了黑帕的本质 所以造就了今天的火 一直是黑帕 这个就是我对黑帕的利益 我告诉你我当时这么想 我当时太年轻了 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是说唱先锋 创造了中国说唱的人 我被这些头衔就挂在那儿 你知道吗 我当时太年轻了 太复杂了 就真的觉得自己是 当时是谁跟我去第二次参加比赛 刘佳 当时他在跟一个 好像是上海当地的一个人 battle 然后他们就不管 他们就是那种有脏话的 我爸就开始骂 但是最后他们没赢 他输了 我就上台了 那个台是那么一个圆的 中间是一个柱子 就站在那上 跟一个MC 刘佳当地下就在脸都红了 冲着我就跟我说 不 弄先的 弄先的 当时我脊椎最轻松的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让我冷静 我还是以第一年的那个状态 我要表达我自己对说唱的一个高度的要求 用我在这段时间里面 看我去怎么展现我自己的说唱的能力 而已 我让我的说唱能力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到达一个顶点 给大家看就可以了 实际上为什么是那样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 最牛逼的说唱是什么 谁也没法定义 Fristall battle 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就是刚进来了中国 没有人对他有一个完整的认知 是很不成熟的 但是那个时候是最纯粹的一个东西 我第二年又拿了一个蒙逼的冠军 第三年他们就开始邀请着我去 我也是属于当 在当时我喜欢这种文化的年轻人 虽然我不懂 但是我去了 但是我最后体会大了 原来你们想吸引这些眼球 用我们在台上演戏 吸引这些眼球 逼我 把我心里最脏的东西拿出来 我不知道什么叫敌人 是这个比赛 让我在我脑子里面有了敌人 我以后再也不参加 我再也不去 然后他办了第四次 第五次 到第六次的时候 就他们在上海办 办不下去了 当时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三辰六 我们就是在台上飞行 200个人 300个人 待能上北京来找我 说你能不能帮我做二人卖 我还是刚才说的那点 我太骄傲了 我觉得这个事是今天我做的 然后从第七次第八次 就是北京的Severn Sets 在一公一三门来 我没有 我没顾及到任何后果去做 我们把年轻人 在最无知的这个年轻人 把他们推向了战场 让他们塑造自己的敌人 在自己的内心 用自己热爱的东西 我们到底做这件事对不对 所以我不做了 竞技是可以有的 但是这种竞技 我不想玩 如果你们觉得一个Ballot的MC 他能杀死所有的人 真不好意思 吹牛逼呢 吹牛逼呢 哪都有最牛逼的MC 什么才是最牛逼呢 没有最牛逼的 只有更牛逼的 没有第一 只有真正的 你的内心的一个榜样 那个东西不是听出来 也不是看出来的 是这儿明白的东西 技术固然很重要 但是Freeze down battle比赛 真正的看点 和真正的魅力 是在Freeze down那一块 Hipop就是自由式 什么是自由式 它是包容性的 它永远都是这样 拥抱你 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 不管你今天做了这个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它永远都是包容力的 这才是它真正的本质 我也是离开川子 有一段时间的吧 所以 现在Iron Mike 什么状态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国外说唱比赛的形式 也都变了 就不像我们以前 你现在看国外的 说唱比赛 没有音乐 纯实歌词 在那边对骂 什么的 而且都会 都会做那种 怎么说 都会调查那种对方 就可能提前 你是谁 你在哪长大了 你有经过什么困难 什么的 你妈有什么病 或者什么的 都知道了 然后巴巴都写好了 然后想的巴巴都背好了 我背好上台 巴就给说了 就完全不是一个自由发挥的一件事 然后我们在中国干这种比赛 我自己还是觉得你没有音乐 就是不是说唱 对吧 反正英文是叫rap 中文是叫说唱 但是唱的意思就是得有音乐的东西在里面 就不是纯意思 不是纯字 不是写一个文章 什么的 写一个文章 就是你有多傻逼什么的 就都写好了 所以Iron Mike再有没有 其实有可能这个时间是已经过去了 可能这种说唱比赛的形式 已经是在历史上的一个记忆 或者一个层 但是反正 反正 反正走到现在 我还是觉得就 他对中国音乐历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